记录世界上无数多的未解之谜的频道 你不能不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琪 欢迎收看今天的世界奇闻录 这一期节目我们要来聊聊时光道传 时间旅行绝对是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 相信你看过很多关于时光隧道的传说 但很多都无法考证 英国超自然现象研究者罗德尼·戴维斯声称 时间旅行的现象是真实的 在2019年8月24日出版的《穿越时空》 《前往过去和未来的旅程》 《Times Lives, Journeys into the Past and Future》一书中 他透露 英国是穿越时空的热点 充满了时空缝隙 许多人通过这些缝隙回到过去 但他们最终被困在那里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消失 网上流传这一个传说 英国有一座古城 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 常常莫名其妙地出现回到四五十年代的幻觉 神秘现象接连发生 这是另一种时间旅行 属于一种先为人知的时间逆转案例 这个事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发生时间短 经历的人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港口城市利物浦有一条繁忙的街道 叫做波德街 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住在这里的居民走在波德街上 可能会回到过去 但只能回到大约70年前的20世纪40年代 甚至来这里探索秘密的游客 也声称他们看到了20世纪的英国 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 纳粹的飞机 士兵等等 从2006年到2008年 利物浦警方有超过100起这样的报告 频繁地穿越使得当地警方介入调查 所以说这条街是时光隧道的入口 神秘的时光街 接下来分享一些网上流传的英国时光倒流的故事 一 纳粹飞机 2006年7月 利物浦警察局的报警电话突然响起 报案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 老人在电话里惊慌地喊道 不好了 纳粹飞机又在轰炸利物浦了 原来 这位老人走在波德街上 忽然抬头往天空中一看 这一看让他的脸色大变 他看到天空中有一架内粹飞机 老人赶忙地冲进一家商店 打了报警电话 但是 接线员以为是精神病人 但老人能准确描述自己在波德街115号附近 目测飞机离地多高 上面有亨克尔的图案等 警方派出大量部队前往现场 但什么也没看见 他们认为老人产生幻觉 然而此后 关于高德大街的离奇报案接链的发生 2.水石书店 2006年8月23日 一名外国女游客头宿位于波德街117号的女性用品商店 存在严重欺诈行为 他订了一双复古鞋和一套衣服 结果他们送来了几本书 警察去117号调查 发现是一家叫水石的书店 店员说却使有一个外国女游客 指着窗户要这样呢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 而他又急着要走 所以他们拿了他的钱后把他订的几本书送到了他住的酒店 为了平息女子的愤怒 警官让他画出自己看到的衣服和鞋子的款式 他们去附近找找 但是整个波德街都没有找到画中的东西 一位对衣服很有研究的女警官说 这看起来像上个世纪的衣服 3.警官弗兰克夫妇的经历 1996年7月的一个星期六 一位名叫弗兰克的警察没有值班 他陪妻子卡罗尔去波德街购物 弗兰克默默地跟着卡罗尔进进出出各个商店 当他们要去水石书店买书时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弗兰克发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他看到路上所有的男男女女都穿着四五十年代的衣服 男人穿礼服 有些人戴高帽 女人穿长裙 留整洁的发型 仿佛弗兰克瞬间回到了半个世纪前 他急忙去看卡罗尔的反应 谁知道卡罗尔不见了 他想卡罗尔一定是先进了水石书店 于是加快脚步追了上去 然而 当他到打水石书店的门口时 弗兰克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家书店 而是一家出售女士手袋和鞋子的商店 弗兰克惊讶地站在门口 不知所措 犹豫片刻后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让他惊讶的是 店铺瞬间变成了书店 他回到了自己的时代 还看到妻子卡罗尔拿着这一堆书去接账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后来 弗兰克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 但他的妻子 卡罗尔并没有注意到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 弗兰克坚持说这是真的 没有产生幻觉 经过调查 他得知水石书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确实是一家经营女性用品的商店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产生幻觉 而是真的在一瞬间回到了过去 陆续有人说自己 在波德街有时光倒流的神奇经历 而有怀疑这与当地铁路有关 因为利物浦的地铁在地下 成同星源运行 可能会产生时空裂缝 该研究员还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 指出时间的概念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有关 速度越快 时间过得越慢 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的相对论指出 时间和空间不仅与速度有关 还与空间中的物质有关 大质量物体很容易扭曲周围的时空 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利物浦已经成为时间旅行的热门地点 它与当地铁路的结构和运作密切相关 但是后来一些科学家声称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他们认为波德大街奇异现象的源头 就是当时新修建的火车站 运用了大量波德街在历年改建中 拆除下来的花岗岩石英石和大理石等 而矿石是重比较大的辐射源 不同的矿石放在一起 会发生复杂的磁场效应 以至于产生了60年前的街景 并在波德大街将原时空中的记忆是放出来 这就像一些侦探电影里面的桥段一样 镜面和墙壁会记录某些时刻的影像 当受到一定频率的震动 墙壁或是镜面地竟会把记录的影像播放出来 本期节目分享到这里 你觉得利物浦波德街时光倒转案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 我是小琪 我们下期节目见